我們看這題 這題是問說 下一類這些函數 哪幾個是計函數的 我們計函數是怎麼定義呢 是這樣定義的 就是說 f-x 等於f-x 那具有這種性子的函數 我們就要計函數了 好,那我們就用這個性子來判斷它 首先,A寫一下 A選項的話 我f,你x帶-x的話,還是5 因為這是一個常數函數 還是等於5 這是等於f-x 那這個是偶函數 偶函數是這樣定義的 就是f-x等於f-x 具有這種性子的函數 我們叫偶函數 所以5它是偶函數 好,再來我們看看 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f 我x給它代-x 這x代-x 兩倍的-x 這等於-2x 那2x等於f-x 所以,這是偶函數 所以,這是偶的f-x 所以,這是計函數 f-x等於f-x 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,你選一下是對的 上看,C選一下 C選一下,F 也不只給它代-x 那這等它,代-x 負-x 負-x的平方加1 這個是等於x平方加1 所以,這是等於f-x 所以,C是偶函數 不是計函數 所以,C是錯的 那這個a也是錯的 只有b是對的 再來看D選項 D選項f 我x給它代-負-x 負-x 就等於-負-x 平方 等於-負-x 這個也是偶函數 f-x 這也是偶函數 不是計函數 好,那我們再來看看 E寫一下 E寫一下 x給它代-負-x 等於到-負-x的 三次 那-負-x的三次 負-x的字乘三次的話 負號乘三次 負號乘三次 所以x是三次八 所以x是三次八 所以x是負的fx 所以這是積函數 所以e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b跟e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選b跟e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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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